大家好,这里是有路泰国 这是咱们整个小区的一个楼盘沙班图 这是分为一期和二期 那边的话是一期 总共是五栋楼,已经落成 这边ABCDE还有五栋楼是二期 二期的话不是没有破土洞工 而是已经楼盘的主体都已经完成了 预计的话是明年九月份的时候交黄 目前给外国人的份额是B栋和C栋 只有这两栋是针对外国人的 其他全部都是当地人消化的 尤其是一期的项目 全部都是当地人买的 这ACDE,ADE三期全部都是本地人的 只有B栋和C栋是给到国外人的 其他全部都已经卖完了 项目卖得非常火热 项目总高是八层 是属于一个低密度的社区 中间的花园全部都有 这个是幻米尼曼谷国际公寓的 22平米的样板间 这个是22平米的一个开间的户型 然后这是阳台 二十二平米的 faint daar 也非常精致 我现在是在项目附近的一个过街天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概前方200到300米 就是这栋楼后面 那里就是我们项目位置 从项目步行到这里大概是500米左右 500米左右有什么呢 有一个对面是一个大型的五金市场 刚刚我们视频里面展示过了 各种冰箱空调洗衣机 家具家电 其五金配件全部都有非常大 然后这里有一个Tesco 莲花超市非常大的牌子 然后再往前100米左右 就是莲花超市 那边那一排楼呢 那里就是大型的几个办公楼 这边这也是一个办公楼 这周边有很多的企业 租赁需求非常的旺盛 我们进来了莲花乐购超市内部 刚刚我就是从前面进来了 那边有KFC等几家的快餐 快餐店 然后这边有几家商业银行 包括曼谷银行 还有当地最大的电信公司 Q 相当于咱们中国的移动 还有线罗刷业银行 那边还有几台提换机 这边是收银台 有很多人在这边 已经在排队结账了 大概是有20多个收银台吧 数量规模还是挺大的 现在是当地时间三点钟左右 其实还不算是购物的高峰 一般下午五点到六点是购物的高峰 在我那边是属于一些卖食品的 水果呀 这些东西地方 视野囊区 这边是卖电器的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 现在我拍摄的视野是莲花超市的二层 我们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停车场 也能够看到整个停车场 哇非常的大 而且每一个停车位都已经基本停满了 人流量非常的大 二层呢是莲花超市的一个 美食城 美食城我们看一下入住率 这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就餐了 应该是逛完超市之后 或者是先来这边吃饭 这流量很大 基本每一个桌子都有的 现在是下午当地三点钟左右 不算是早中午饭 或者是晚饭的时候 但人已经有这么多了